大家好 我是Vivian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中奖新闻 看一下这条消息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身亡低落 很多瑞典人希望他下台 让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公主成为女王 瑞典晚报询问一千名民众 结果发现六成的受访者希望国王下台 由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公主接任王位 只有三成二的受访者 希望他担任国王直到过世为止 具体来说 一成七的受访者 希望维多利亚公主立即接任王位 两成受访者希望他五年内接任王位 两成三的受访者希望他十年内接任王位 然而调查也显示 七成的受访者希望继续维持君主制 只有两成的受访者希望废除君主制 前年瑞典有人出版国王传记 说古斯塔夫国王不顾个人的安全 经常关顾夜总会 也经常参加私人派对 去年狗仔队拍到照片 显示古斯塔夫参加私人派对时 有人把披萨放在一个裸体女模特身上 让宾客吃 古斯塔夫也吃了模特身上的披萨 这些传闻导致了古斯塔夫国王神王下跌 再来看这条消息 印度女学生被轮奸殴打致死案 预计本周四将在新德里法院开庭审理 但有超过2500名律师 都拒绝替6名嫌犯辩护 其中一名律师表示 假如自己替他们辩护等同于不道德 检方为此准备了上千页的起诉书 预料6名嫌犯将被控告谋杀等罪名 最高刑则死刑 这起案件引发了印度全国各地接连示威 要求政府制定严法以保证女性的安全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